好醜喔 這個沒醜 等我找到Library 媽媽應該見過了 你會不會看到嗎? 穿越性感生意越好 Hello 大家好 我是MitaSkidamoy 我現在在台中 今天是 日月潭的夜酒 今天日月潭的夜酒 我會用Nikon的Z30 再加12-28的鏡頭 試一試 用它來拍Vlog會不會OK 今天就跟我一起去 日月潭的夜酒吧 Go 日月潭位於台灣南投的漁池鄉 是台灣第二大的湖 日月潭的紅茶和自然風景都很出名 所以慢慢發展成為旅遊景點 我們今次全家就一起去台中旅行 由台中去日月潭可以選擇搭巴士 的士 又或者包車 車程大概一個小時 搭巴士一定最便宜 不過因為帶著家人 所以想著坐得舒服一點 因為我們的行程比較Chill 所以的士又或者Uber 便會比包車 還有搭的士時也可以說一下 我們五個人大概3000元台幣來回 我們第一站來到茶廠 日月潭的紅茶廠 日月潭很多紅茶廠 我們去這間可可茶紅茶廠 便將茶廠變成一個類似觀光景點的地方 除了有茶廠之外 還有賣小食 雪糕 茶葉等等 另外亦有品茶體驗 茶廠的外面 就是這樣 其實有點像日本的庭園風 進去找媽媽 媽媽在遠處拍照 拍給大家看 媽媽和爸爸開心地拍照 做茶葉的程序 80元台幣的門票 就包了一杯茶 一個茶葉蛋和餅 來來來 喝一杯 得到 一粒蛋 一杯茶 和一塊餅 還有看著打卡的媽媽 和發歐豆的爸爸 哈哈 這裡還有品茶活動 因為我們預約不及 所以就參加不到 吃完免費的茶葉蛋之後 就到了買手信的店 誰知道去到這裡也是瘋狂試吃 謝謝 得到一塊餅 我可以試一下什麼味道 這是什麼味道 這是什麼味道 這是這個 這是山紫生 這個最淡 那邊最淡 這個比較順 這裡主要有四款紅茶 台茶八號就是我們常聽的阿薩姆紅茶 不過我們試完之後 喜歡台茶十八號紅肉多些 有一個半透明的玻璃 就可以看到下面的人在處理茶葉 幸好我不是很害怕 我先去找媽媽過來 媽媽應該是害怕的 你走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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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除了茶之外 還有很多 其他零食類 還有茶包 有什麼紅茶刀上面 你走進去 最後的紀念品 走進去 之後發覺有些魚 外面呢 就有 雪糕 一個要紅玉 然後另外一個要抹茶 謝謝 用變焦鏡的好處 就是可以直接zoom近 你說哪一隻多茶 用得多 好茶 好啊 這個抹茶很紅茶 但是有點甜 這個太甜 好茶 這個工業芽 嗯 真的 真的 好 好奶茶 好奶茶吸引過奶蓋 慢慢的奶蓋 這個 這個呢 這個啊 然後還有一條 好像香腸的物體 哦 黑涼 這條片用的鏡頭 就是Nikon 18-28的變焦鏡 所以自拍的時候的畫面 就算手舞伸很長也夠歪 不過拍照的時候 我就會用這支24的定焦鏡 因為始終光圈比較大 我覺得拍人像會比較漂亮 吃飽之後就去到下一站了 我發現很多台灣司機都真的很熱情 不斷跟我們介紹景點 以及解釋這個檳狼的文化 這裡面都是靠種檳榔賺錢 哦真的嗎 以前檳榔價錢很好 現在不好 穿越性感生意愈好 坐船看湖景很漂亮 繞一圈回來 對對對 我們打算就是這樣 我們的景點就是水瀉碼頭 這邊有一條商店街 他們已經在旁邊吃了 哇好飽 很飽 嗯 濕溫溫的球體 可以咯 可以咯 走一會之後 就上船圍繞日月潭一圈 日月潭一共有三個碼頭 我們在水瀉碼頭上船 會去另外兩個碼頭 我們買了一日券的船票 雖然定價是350台幣一張 不過大家都會說 最後就是200台幣一個人 好騙 看我女生姑娘 過身 上山的過程 就和大家看看NICON Z30 其實去年我已經拍過這部機的評測 今次去旅行 純粹想找一部比較輕便 又可以用半鏡頭的相機 因為我們今次全家會去旗袍 又想拍片 所以帶了12-28的變焦 和24的定焦去 相機機身重350g 拿上手都很輕巧 和細部 雖然它機身細細 但有一個挺大的手柄位 它主要都是給拍VLOG的相機 因為那些按鍵的設計 都是比較偏向用來拍片 有側反螢幕 這支12-28的變焦鏡 本身有防震 我用的時候就沒有開機身防震 因為我試過如果開完兩個 用來反而會覺得有點奇怪 不過一些真的動得太厲害的SHOCK 我自己也有後製下一點的Stabilizer 而這些相片我也是用24的定焦來拍 雖然它比起拍照 這部機的設計比較適合用來拍片 不過輕便去旅行 所以大家都可以看看它拍照的效果 可以了 現在就按這個 你選一個 此刻不是求謀求的時候 現在雨勢頗大 所以就坐在碼頭裡 因為都去不到什麼地方 本來想去商店街 對啦 不知道現在去到那邊會怎樣 我現在用的收音咪 就是它相機內置的收音咪 看看它的情況是怎樣 收音方面 這條片的收音 都是用了相機內置的收音咪 再加跟機的毛毛封罩 不想花那麼多錢 便宜地玩也是一個選擇 想再專業一點 用外接收音咪 便會更好 本身伊達兆碼頭附近有商店街 好像大澳一樣 有很多小食 但因為下雨 所以沒有走很久 我覺得它們的燒麻薯 和鹽酥雞 八葉豆腐都很值得吃 不過泡芙很難吃 其他的話 有興趣就試一下吧 接著先進一步走 這次旅行是 超超超超難得的家族旅行 雖然行程一定沒有跟朋友去玩那麼緊湊 不過平時看到唱文繞的人 一定三秒走過 但因為媽媽看到拍了手 所以又會一起欣賞一下 還第一次去釣蝦 做太陽餅和著旗袍 不知大家和家人去旅行的經驗如何 留言告訴我吧 我們很快再見 拜拜